觉得三个人当中 谁唱得最好 这个直接灵魂打口问 对 三个人都是唱将 谁唱得最好 是不是这一轮结束就 解散吧 也没有 这么多年轻风雀雨的 对不对 能因为这点事吗 对不对 我还真是因为这点事 我 这个真敢写 先公布沙坝吧 来 沙坝写的是 宝哥 都比我唱得好 这情商 你看看什么叫做演艺界 对不对 哪有实话 哪有实话 我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 小欧 我们俩发小 我跟她特别熟 你看她忙着她的一生 都是为了唱歌 我的天她说的早了点 不 她的所有的时间 都用在唱歌上 人家还演戏 连头发都没时间长 贵人不顶重发 全在音乐上面 你看看她就夸得舒服 说吧 贵人不顶重发 对 然后乌哥呢 把头部都唱白了 贵人不顶乌发 贵人就不顶乌发 我呢 一天到晚 反正除了骑马 玩摩托车 什么滑雪 什么 不务正业 你知道 有拖摇 拖摇 我也请了 拖摇 大拖 是吧 你看 所以我的时间呢 基本上都用了玩上 玩 玩特重要 所以他们都是大师 你看夸自己夸得多无形 玩都唱成这样 对 就是说我是天才 好 我们来看看医生都用来唱歌的 周晓鸥先生 晓鸥老师呢 在这仨对写的 这个三写 仨对写的 演艺界 好 看见到没有 他们俩 就是这么会说话 他们俩唱的都比我好 等一下 要说得精准一点 我们唱的比你好多少 好太多了 你看您是比我出道早很多 这咱就不说了 对 前辈 沙尔我们俩那么熟 我们俩那么好 他天天玩 他歌都能唱 我是天天的 头发都没了 也就这样 也就这样 还没把他唱 你们瞧瞧瞧 口不对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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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年我是歌手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来了 才把我PK下去 你看看 我就一直说 我说晓鸥咱俩这么多年发小 我说你下手怎么那么好 对 是吧 所以为什么我找他们两个组乐团 这个乐团要有冲突 你一来就平衡了 我就平衡了 你看看你写的是 我答很简单 对不对 要谦虚 当然 要谦卑 对 唱得最好的当然是 好 太谦虚了 一定要谦虚 对不对 如果我说我唱得不好 我怎么带领他们两个 对 是不是 那是 您都是方爷爷的人了 喂 无论 有推 嘈